是一个很煎熬的一个决策 用煎熬两个字来形容 基隆市长林又昌几乎没合眼 眼睛不满血丝 就是为了新北市 擅自宣布放台风假 那不管台北市或者基隆市 上不上班 都希望我们在九点一边宣布 所以才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 我们还蛮错愕的 林又昌透露 时候晚间新北市执意隔天放假 还试图强迫台北基隆一起提前宣布 到底在坚持什么 林又昌这样解读 会不会因为是新北市长朱立伦 人在国外 然后怕被骂 所以干脆就全部 新北市就全部都放假了 但是他这样一宣布 说是来对基隆市跟台北市 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跟困扰 原来新北市长朱立伦 台风来袭前参访新加坡 没想到赶不回来尴尬了 林又昌跟柯文哲通了无数次电话 还有这一段内心戏 基隆市就跟着新北市也宣布 这个放假 就放柯文哲 放台北市上班上课 让柯文哲去被骂死 坚持看到最后一份气象预测 才做决定 让基隆民众大赞 雨震得很小 想放假的自己打电话请假 不要抱怨了 雨比封面雨 西北雨还要小 这个假没放很正确吧 实际到基隆街上 也果然只下着毛毛雨 不然应该要上班吧 应该要上班 没什么也就不用休假 真的哦 就今天天气好吗 还不错啊 连民众都直说该上班 虽然创下北北基 不同步的罕见案例造成不变 但林又昌煎熬的决定 还是变成神预测 三连线委黄庆程 陈家伟 司机小组 七龙报道